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我們現在開始想看大家請坐 各位學員,大家午安,大家好 辛苦了 因為現在蓋了,漸漸又有更冷 大家要稍微保暖一下,衣服比較稍微 因為這個科,我還是對這個 因為我們是仇吉班 仇吉班,我們要說法理的仇吉班 是要怎麼說 是不是我們想仇吉班 還是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法理的東西非常沉 不是說我們聽人說一說 這樣就抹一兩條這樣就可以,不行 我們這些教材,這些你們都要看 因為這是比較基本的 要讓我們建立這個法理的基礎 法理的基礎 你如果法理你越了解越多 你的思考靈力越來越好 我們的邏輯法 你的運用什麼事項 做什麼工作,都一定很認真 繼續認真 因為這個科,我要說就是我們近代的歷史 我說一半,我們一半會說法理 比較近代,因為如果對草蘭、葡萄牙 這是我們以前過去的歷史 但是我們現在說的,說比較近代 我要來請問一下,我們有台義聽到嗎 這樣我就用台義來講 因為過去我們就是要去中國法 所以我們北京武就盡量不要說 我們都用我們的台義 這是我們的武義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 我四老名昆南 我來自屏東 我對屏東來 現在我們這個 對近代的歷史,我們要說的就是 我們這個麻管教育 我們對這裡來講 因為你們是初期班 我沒有跟你們說得很沉 最主要就是你們來的目的 要讓你們聽到 要讓你們聽到 我怕你來這裡 到底是要學什麼會 這最重要 這是重點 你們如果學隊你們有吸收來 你們買隊要怎麼跟他們說 我們過去整個的歷史 我們都收工的 我沒有來接受這個法理 我也都跟你們收工 完全都一樣 六十九年來 我們所想的 都一樣的版本 就是老叔家 他家他也是嫁,他也是嫁 所以我們聽到全部是嫁 到不然變成真 我們來在這裡收到這個法理的生理後 我們才知道說 啊,我們過去這樣 我們是大人 像我們 又像我們的學一代 所過得到的 都沒有收工 這樣要做事 結果呢 我們那些 中國人 這樣鄉修英華富貴 這樣一代便入的 五六八萬人也是買的 我們這樣沒法度 我們沒法度 所以說這就是今天我們要來 我們要去思考 為什麼 我們台灣人 六十九年來 都總是濃化教育 我們所教的 我們那個老叔 甚至他知道 真真正的歷史 他知道,但是不敢說 因為過去還有一個白色的恐怖 疑疑八十年 這稍後我們會說 這就是今天我們要來 要真真正的知道這個歷史 我們在台灣民政府在裡面 都讓你益到這個真真正的答案 我們在這裡 你看,這是馬官條的原文 就是台青、台豐帝 跟這個日本 帝國的台豐帝 他們所簽的 因為這個 1894年是交友戰爭 到我戰爭是三天而已 絕對 因為台青帝國賤白 你賤白要怎樣 沒錢 要背帝 算掛牛 高人 要掛牛 這個你看 這是因為 它是鳳帝跟鳳帝所簽的 從台灣跟平洋 英九掛牛 台日本帝國的田豐 這我們要很清楚 要很清楚 你怎麼有說 原來以前我們沒有去掛 現在我們在這裡 怎麼會聽到這個 為什麼 我們就會去授課 不然我剛才說的 我們都收獎的版本 撤出來 我們為什麼人在這裡看到就是沒有收獎 你現在我們在1895年 的四月十七 所簽的 所簽的 五月初八 生肖 六月初八 我們高高 那是誰人在這裡 那就是大日本帝國 我們的母國 這就是伊藤博文 這就是中國的李鋒章 他們兩個來簽約 所以簽的就是下官條約 日本人說下官條約 下官條約 來 來 這個 店高的 我們一般民間土地在買賣 買的人 他也會想說我買這個土地到底是樹峰 或是橢圓形的 還是三角形的 我們會去點到會去看 這個地政會去承認 到底我要有多少 你如果想說一般民間 就是這麼謹慎 這麼清楚 何況是國家對國家 這個是我們第一件的總督 華山之際 他來簽約 這個李金方就是剛才 這個李鋒章的第二號聲 叫做李金方 這都我們可以很清楚去了解 因為就是怕去 你們就是在這個 雖然有很多人想這個高級版 但是你如果對高度回來 你已經有稍微概念 但是高級版的氣質會比較沉 會比較沉 你會什麼我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在說什麼我也聽都沒有 但是你們初級版 你們要知道 你們如果不聽不到 你要講 要問 不然你來坐在這裡 你就說什麼 我也聽都沒有 這樣就失去你來這裡的意義 這是他們的點高 在哪裡點高 在這個雖然外海 有台橫濱縣 這個日輪的花輪裡面 6月切去中島12點半 點高完畢 包括三十六的小島 包括中伊台 這都是 這就是大家的馬關條約 整個原文的基本 比較基本的 我現在給你們介紹的就是 我們 比較近代 因為第一代 是神父 因為中宮有皇族 一百二十幾代 我們說的是比較近代 這就是民治天皇 他這是比較 對1867年到 1月9號 到1912年7月30日 這就是 如果這個年代 就是我們的阿公 一百空會那裡 那個年代那裡就比較有 再來就是這個大正天皇 他時間比較短 他接到天皇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說台政 剛才我們進政老師有說 他的爸爸九十幾歲 這就是大正 就是台政 我爸爸 是減 剛才那個老師 他爸爸八歲 他今年八十三歲 八十三歲 那再來就是 焦和天皇 焦和它是一個年代 這是年代 它真正的名字叫 玉能天皇 努林天皇 努林 他們現在到這裡就是人之輩 像現在目前 人之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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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之輩 人之輩 就是民人天皇的生日 我們給他祝壽團 報給他祝壽團 他現在他的後生 就是德人 他的孫 生出來就是皇帝 這是太祖 叫做要人 他現在是人之輩 人之輩 這大致上我給你們介紹 這個 現在 我們對這個 以前 我們在1937年 四月初開始 皇民化 他現在台日本帝國 天皇 擁護台灣跟朋友 這個土地之後 六月初期 他九個點瓜 無論都點完 五個月就是十五天後 他開始始政 開始在台灣跟朋友 這個土地這裡 開始 來做這些工作 但是 他剛進來的時候 他有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我們這裡的高砂族 你如果有看到賽德克巴萊這齣電影 你就會了解 我們以前的高砂 高砂是非常厲害的 高砂族 現在來 對這個 內地延伸 1915年 這就是開始 日本天皇 開始建立 第一次的租款 從1905年到1915年 在我們台灣跟朋友這塊 開始建立我們的租款 第一次的租款 他在1937年 4月1號 1月4號 很重要的租金 不是現在立望政府的餘人節 我們台灣民政府接到賬款醫療 這個4月1號 是會改做行憲紀念日 他們現在的12月25 這個行憲紀念日就是餘人節 他給他頂到併 讓你們模糊了 你們都不知道 我們台灣人都不知道 公公都不知道 這4月1號 這4月1號 這技術是來好的 技術你知道嗎 從日本來說 這是他的會計年度 他的公家機關 學校 包括公務人員 要上班的 全部都是4月1號 全部都是4月1號 不是 這是1985就是簽約日 簽約 五月八號簽約 到1915就是我們開始建立前一回的租款 開始開始 那是死證 死證的時候 那是1937年4月1號開始給我們黃民化 黃民化藝術 1895 這個是寫錯了 寫錯了 但是我會更正 謝謝 謝謝 這就是黃民化的十面 就是黃民化 這個三位去做黃民化 黃民化 以前像我們的頂一輩子 我們的爸爸媽媽還是阿姑 阿姊 他們的名字 都會用到什麼字 要求美 什麼字 那都是 那就是都日本名 讓我們學他們的姓名 一些生活失踪的語言 為什麼我們的爸爸的年代那時候都很會說 激異 到我們這代都不能說 一般的就是在這裡 像我們在台灣 他有這個實施黃民化之後 就是說我們的螺絲 還是螺蟻肉 我們以前說的是卡車 其實那就是陀螺絲 這就是都寫意 你無形當中就說 以前人家這樣說 那就是黃民化的意思 包括我們現在說的收音機 那時候我們在說的 我們的頂一輩子說 萊姿佑 它全是萊姿佑來聽 你如果不知道 這是萊姿佑的意思 在哪裡你也不知道 這是從黃民化這裡來 如果說進到冬天 你怎麼落一落 做工的 如果這樣來甘馬店 或是超商喝一瓶 米乳來喝 很好 這就是都在這裡 機車現在很普遍 以前說的是 駕駛 這大家都知道 如果那個駕駛 我們在做水電 還是在加電線 如果說 騙一駕駛 就是這樣 很簡單 這大概在這裡 稍微簡單 跟你們說 這就是最基本的 我們過去的歷史 就是這樣來 我們這個阿吳 八十八歲了 我去年跟他掃手 跟他修電手 他說什麼 近年八十九了 他說他很少年 以前日本時代的生活 那是很貴旗的 大門人也不在乎 不然像現在做 做替文這樣 做到開 做到含蓋 要開就開不開 真的 來 我們過去 都是知道中國的歷史 中國的影響是什麼 真的是在台灣 最大的影響 就是這個 我們的八田與一 以前這個嘉蘭大俊 應該我們歷史都多少 沒有很深入跟我們報道 我們這所有知道的 就說 來中國 萬里長生 他知道的就是 什麼 黃河那裡有的 沒有的 我們大家是要做什麼 因為台灣跟中國 都沒有關係 所以這就是教育 以後 我們台灣民政府 接到政權 我們將這段真真正的歷史 我們的教育部長 會把他用在這個教科書裡面 要讓我們學一台 可以去了解 我們以前的先輩 我們的四大人 還是我們的祖先 他是怎麼拚來 這是真真正的歷史 過去我們這都 很少在看到這些歷史的 甚至那個古金山花佑 也不讓你知道 一到台北的法律下 你做法官 什麼就是舊金山河平條約 不知道 這就是農法高佑的厲害 這個八田與一 因為以前我們在台灣 本身在台灣這裡 是很難生化的 我們只能把水落而已 結果他農費將一個精神 把水準加藍水浸 進去黑山頭這裡 我們有水 我們怎麼方便 你知道嗎 日本他們在保產 那個月光米 那是熱好吃的 要怎麼用 他們的水在幾月有夠好 他們如果說 開始 當時要喝水 就把那個蟾 那個做的 那個洞水 那被灰起來而已 那什麼時間 你去 水就都有了 就關起來了 很簡單 不用像以前的我們 時代人 晚上 就去那個澎湃了 這樣關起來 那位 那位就說 我先醫美 我先白的 有剛才發生症訣了 都還要照顧 所以說這 我們以後 我們農業 要怎麼來發展 這是我們 政革中央的智庫 我們去規劃 讓我們的佩生 可以再規劃 比較好 這是我們最終的目標籍 這個八田魚 來 我現在要跟你們說的 就是 為什麼 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是怎麼發生的 還是什麼人 來主動 這段的戰爭 的 原始者是什麼人 這個就是 東條英姬 就是 日本的修充 跟天皇不一樣 是修充 因為為什麼 他才會發動這邊的戰爭 就是因為在1922年 華盛頓 這個軍事條約 裡面 有五個國家 就是 美國 英國 蘇聯 跟 意大利 跟日本 他們這個553的條約 說得不好 就是說 我那時候的感情 我土地比較大 我五隻 你日本阿州你比較小 你做三隻就好 但是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戰 以後 日本的軍事 可以說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說你把我跟這個做三隻 我沒有要 這個 等著我們說這個三本五十六 因為他就是要把八八艦隊 這個鑑鑽出去 因為是張惡道 滯空拳 就是你鑑鑽 你一定要放飛鑾機 鑑就是八隻的驅巡艦 跟八隻的巡航艦 這就是一個海面的 滾輸的 這個 滾力 你如果 軍力越大 就代表 你的國家 中中 這些 軍營 武器 就是如何 這就是因為 因為這樣 讓美國 用自由 一些經濟大刀 由美都給他喊一下 喊一下就害怕 這個國家 你如果在經濟 這個 幫忙 整個國家沒有辦法發展 所以說 他 待會兒來發動 這邊的戰爭 這邊的戰爭 這是在12月17日 他12月15日 他就對 日本海 開一隻 泰鵝號 裡面 這三百五十三隻 的戰鬥機 這是戰鬥機 所以說 修想 他頭部很好 他開到太平洋 要到 珍珠港的時候 那是齊襲 不是偷襲 偷襲是不行 齊襲 就是我 趕快到 近珍珠港的時候 我會發佈 向美國 發佈 因為建政要的兩個國家 當然 可以 這就是 是同時 聯合艦隊的首領 三分五十六 這是海軍的總首領 這台太好 好 他裡面 飛零機 林式戰鬥機 可以抵擇很多隻 到他的時候 起到 起到 陳珠港的時候 他沒有一個水洪災,他就是先要去順 你的建築機一堆,你的船屋一堆 他先順那裡,倒回來可以洪災 這就是台海的鑑鑽都要蓋背的時候 這就是珍珠港洪災他的船屋 但是由他課點想到不夠集資,就是他的優口給他炸 他的優口,他的存用量半年,你如果有把他炸掉 美國他要再收穫就不相近了 他就是這邊,他的玉點就是這樣 這順著我們討論 有的人說 以前我們的爸爸媽媽在走美儀港 就是在走那個航空樓 這就是美國來訪載的 不是日本的 很多人說日本的,長到一個船 就是一個跟我說,日本人落空 再來炸我們台灣 我們真的聽著,好,我不要跟你說 那是很好的朋友,這樣炸 你說你對,我說我對 他就不會接受 沒關係,我們就跟他放棄,換別人說 這當時來炸,這就是總督府,就是現在的總統府 總督府,這都有炸 鄭陽,郭山,高雄港,這都有 來,到1935年的四月炸,好不好,在這裡 我們三月炸,1937年4月1號 4月1號,我剛才說的 很重要的 這個四月炸,就是我們焦和天龍下教書 這個教書就是,性質 兵憲法更大,兵憲法更大 它一條命令 下教書 在日本的民治憲法施遂在台灣 可以讓台灣跟朋友 兵入他的神聖不可分國的命徒 這樣就不會去用分掛去 在,要不會實施,依情,都要是殖民地 我們都要是一民地 你一民地,你若是戰爭失敗後,可以分掛 可以掛念,就像大清帝國這樣掛念 給日本天龍,但是你實施 神聖不可分國,這個命徒,你實施憲法 然後就是,我們最初我們是殖民地 但是要實施的進程,它就是讓我們有參政權和參戰權 參政權就是讓我們去他們的國會 裡面開會,就是實施憲法的政權和規定 這樣就有算了 這不是我們寫的,那裡有怎麼有結婚 那都是完辦 這樣這部分,你們有了解嗎? 實施憲法,這是民治憲法 我剛才說的就是讓我們有參政權和參戰權 他實施這個命徒憲法後,他就是在我們這裡正式徵兵 這就是有效忠的問題,這就是叫做黃軍 包括我們三國也是 也是在全國神社,它就是正式的黃軍 我們去本天龍的風軍就對了 你們如果王生,就是要把它放進全國神社 我們的全國神社都總有三萬九千一百的英靈 就是這些人 這些人 那時候我們的高砂義勇軍是非常用的 那時候在抓的草,他們本人 不像有爛的,都在高砂在抓 那時候在抓的草,那些要做道路,那些有的沒有的 都是我們的高砂族在抓的 在這個1945年八月初六 這個當初進政後就是美國鄉日本 這是八月初六,是島下第一粵的元主政黨 八月初六 八月初九是島下第二粵 在這個長期 這兩粵倒下去 這樣死的就三十幾萬人了 所以說 如臨天龍 在這個八月十三 他在那個來自有的僵 他就開始在那裡在說 在選佈,無條件、導航 但是八月十四 他經過國會開以後 八月十五等來來選佈 用來自有選佈,無條件、導航 這就是八月十五號 八月十五號,這就是元主大團 陷入 起來佈法 這個政行,所以說幾十年後 三十年、四十年後 那個鴨都鴨又沒辦法可以正做 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我剛才有說 就是這邊發生這個大東亞戰爭 就是東條營機發動的 所以說跟天龍無關 這位就是麥克阿瑟 這本尊 我們當時這個如臨天龍 有給他負責 他不是他發動戰爭的 所以說在這個籍獄裡面 這有很大的意義在裡面 包括上市發動者 這都有負責 所以說東條營機回到後 是絞心 絞心 我們不怕無條件到航後 我們還要在一個投降書 在九月初期 所以說你們現在在請新聞政的時候 為什麼會跟你們說 在1945年 九月初期進政出事的 都是本土台灣人 就是這個 在這裡這個原因 就是那一陣 在秘書里建裡面簽 這個崇光貴 在秘書里建裡面所簽約的 這個地投降書 這陣但是說是停戰而已 停戰不是結束戰爭 是停戰而已 停戰 這個 這個看的很明星 我們都看幾年了 看幾十年也要在看 但是他是沒有參加這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 因為在12月初期 這個東條營機他發動了 因為12月初期 這個就是羅斯福 當然是美國總統就是羅斯福 他本身不可以發動戰爭 也沒有那個命令 他要經過國會 本所通過之後 由國會來宣戰 由國會來宣戰 這很重要 這在他們的現狀裡面都很有關係 這就是在秘書里建裡面 我剛才有說到 這個 我們當時台青帝國有掛三地 三地這個土地 其中有一地 就是遼東半老 因為遼東半老是領土 是台青帝國的起源地 叫做鳳天 所以說這十天之後 因為這個 蘇聯 法國和意大利 他們有空義 他領土不可以分割 所以說十天後 又訂一個緩緩調緩 有種有賠 三萬兩千年的黃金 還賠給日本 天皇這樣 所以領土不可以分割 我們現在 你又認給什麼人來選領 總有一天 你也是要再行人 所以說我們現在在走的 稍後我會說到 台灣未來要怎麼走 美國方面跟我們 日本台南這個方面 要怎麼走 這很重要 因為你們今天初期班 我會簡單 讓你們聽得比較多 你們會投到裡面 說我今天來上課 可能就是 有吸收到這裡 我們過期 我們說夠優的 我們就把它放掉 這都是假歷數 我們不要再廢商那 甚至你們現在看電視 我們的報章雜誌在報 你要跳脫那個框架 不然他每天來報 你也是在那裡看 就不猜你來這裡上課了 你看看 你會說 人家這報得怎麼怎麼怎麼 你如果上過課 你就會去看 如果是報到 中華民國好的 就是台灣好的 你如果報到 台灣如果不好的 就是中華民國不好的 他都會說 台灣跟某某某什麼人 長高 退出什麼聯合國 我們就將來不加進 聯合國 是要怎麼退出的 我們不知道 我們就是 努化高 就這樣跟你們說 我們就這樣上課 這也不可以拐來 因為當時 是有經過別色的恐怖 那時來我們只要有 帶到的恐怖 來 第幾次 有世界大戰 我們 這個以前郭牧師有說 說這個招羅軍 就是戰敗國的戰勝國 就是在這裡 被美軍 建載運到日本 台灣的支那軍 這就是支那軍 都奔奔奔的 派一些這些生威 這樣 有沒有 這叫做建勝國 這是這裡很慘 來這裡 我們台灣人 走到有夠慘慘 就是這裡 我們現在是在養豬 就是養豬 就是養豬 如果養豬 200天 七個月 就會買一個台 這養六十九年 還沒台 這厲害 看過了 這個啦,還有騙這個 剛才你如果沒有來這裡,來看到這個圓文 我以前都跟你們說,我們的頭殼真的回不來 很多台灣人都回不來,就像我站在那裡 我說到什麼氣勢,我說好,別管,別管 我來回來了,他現在也會說頭殼拍的 我每天都回來了,我有聽到,他在說這句 不知道可以上頭殼拍的,我們這個時間會證明 十堆會證明,總有這個對不對嗎 我們這個時間,我們可以證明,很快 來,戰敗國的戰勝國,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得出來 10月25日是什麼會 這不是呢 這是我們要來上課後,我們要不上課之前 我們要說台灣共和制,就10月25日,這共和制 是什麼會,這就是美國國旗嘛 這都是,這都是,這都是,這是因為他在這個 中華園裡面,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傻傻 傻傻,讓他在騙,在小鬧,我們都不知道,台灣光富座 對,他當這個時候是因為中國的建庫嘛 我們跟美國是太平洋的建庫嘛,不一樣嘛 因為中國跟美國是同盟國 你去想,我們現在,我們做的兩年兵 我是做兩年兵啦,有的人是做三年 我們不知道在做三年,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去想,十年以來 非戰爭,十年以來,我們是六千八百名 這是台灣人,包括那兩天的鳳仲秋、蘇章 頂尼啦,這也補要幾個月 為什麼,還三天而已,三天要退後 也不跟你說是很大的援手,為什麼要炒到死 這就是台灣人的鼻子 我們有剛才晚上,冷靜那個時候 有剛才你會想到老鼻子,真的 這是因為最近有差色的,你怎麼看比較有 這是差色的 我們是比戰而已,十月以後 那一天,是交戰國 算所有在建庁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時候的國家,全世界都五十四個國家而已 我五十四個國家 你有參加這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 你就是要來那裡 一趴在那裡,因為有導航 還是誰要來接 這都是在那天 所以那天是交戰國的佔領日 我們呢 我們呢,我們是向金戒舊 就是說不是日本向中華民國導航 這是接受,就是麥克阿瑟 他是盟軍的統帥 金戒舊 他是在中國亞洲這邊的元帥而已 這張,這就是1946年的一月十二 給我們一張的行政命令 讓我們,所有台灣人 一夜之間,必作中華民國的人 但是總結時 日本跟美國有三次的空氣 在三月十八,也有空氣 你戰爭還不簽約的時候 是怎樣 我要交給你中華民國 這是還不決定的啊 你是怎麼可以 變成你中華民國的國籍 但是那時候,以前在東京的時候 他有派人去跟他講 整條方便管理 管理到十八年 你方便我們現在就沒有方便啊 對不對 我們才可以讓他方便一下 這就是這張海市台灣人 來,這228 就是1947年2月28 這因為公平 我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這 這是,那人看就想到 我都不敢 吹到的資料 有很殘酷 我都不敢放出來 你就知道這個 有這段歷史就好了 你如果要比較清潔的 你剛才會拍照片看 你就會看到老百姓 我們大致上看到就知道 這很多的,以前的 地色粉質,是做醫生的 那是 做老師的 全部都沒有他 全部都沒有他 真的都沒有他 那位後 我聽我聽我女生 因為我比較大腿 我那時候生的老 我比較大腿 我女生 他就是完全都收到日本高佑的 那時候都知道更手 更手心更腳 都到那個工口 都被牽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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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所說的 這就是都是見證者 他們是歷史的見證者 這概念 概念在1949年的6月15日開始 剛才專給的概念 就是我們台灣最久 最久 38年 過56天 1949年的5月19日 到1987年的7月15日 剛才好38年過56天 全球裡面最大的概念 就是這邊 就是我們台灣 因為概念 你像我剛才說的 我們議長就好 他知道他在教歷史 他知道這真正的歷史 他都不敢說 他在那個年代 我們了解 你一個說的 就用拖牙 就用拖牙 所以說他知道 他也 他提議我 他也說 這是他的苦衷 他也不怕 要怎麼說 所以說 他說 你說的沒有錯 真正 你們真敢說 是為什麼 我們會在這裡最高 都沒有事情 我是第八季的 所以說 我在這裡已經兩年多了 我們都沒辦法用 就是因為美國 他有跟馬英九說 我們這裡台灣民進府 這裡的姻緣 都是按照 國際法 國際法 他在走的 所以說你不能用 行政命令 以上的處法 來把他處理 這裡台灣民進府 這裡的人 包括我們掛的車牌 這個民修長都有說 我兩台車我也是都給他掛 檢察在看 他在看我也是在看他 其實他都知道 我們這個最好 我們的一舉一動 他們也是在監視 他也是都在監視 這車牌也是很好的推廣 你想為什麼會沒辦法用 宜蘭州的總部 就是通關 宜蘭 宜蘭的管 檢察局的對面 真對面 那些檢察 每天起來看 就是看到台湾民進府的牌棒 很趣 那天在那裡生立的時候 那個檢察說 沒錯你們就換政府 就換政府而已 我也是修工做的檢察 他們都知道 他們都知道 這就是1949年 1945年 這用四萬元一塊 這實在 四萬元一塊 我阿伯跟二伯 以前在蓋粉仔廚的時候 我們都用土石蓋起來 貼起來 我們現在在吃粉 煙草 我做孩子都就是抓 去過地的粉仔廚上的 開 那時候跟我們鼓公 舊錢 就是因為這頂的關係 兩隻雞子的行為而已 兩間粉仔廚 那蓋起來 那時候多少錢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做孩子 我不知道 說兩隻雞子的行為而已 因為這四萬元一塊 很多人自殺 那牌整個佈地 那在擠米 今天有剛才在擠米 一碗二十塊 現在換來 比五十塊 快在吃 快在起價 很可憐 很可憐 我們台灣人 人家說到這過期的歷史 真的老眼 這就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在1951年的9月8號 簽約 1952年的4月28號 暗時11點半生效 因為我是簡單這樣跟你們說 但是 整個舊金山和平條是27條 因為你們在儲基班 可能你們有在儲基班裡面 你們就有貼到 但是你們在接觸到的時候 你們不知道裡面 內容在說什麼 這是 9月8號 簽的 他這個國家 就是 東潔是54個國家 世界那時候的國家都54個而已 你要簽約 有參加這邊的建政來 你要來這裡 但是 你簽約之後 你要再拿回去 你的國會批准 生效這個時間 你要再起來 生效的時間 你要再起來 但是 總共有51個參加 但是三個不批准 你們那本紅的科本裡面 都有寫 粉紅色 那本 粉紅色 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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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就都有寫 寫在裡面 這是 所有的條約裡面 就是救星山和平條約 它的位階最大 我們剛才說的 馬關條 那是兩個人 紅帝 對紅帝 這是 48個國家 所簽約的 來 現在 這個 近代的歷史 我大概會跟你們說到這裡 因為 我們今天 會確定 很多都說幾天的 有剛才 你如果在聽 有聽到法理好 每天會聽到 聽到很少 法理就是這樣 來 我現在簡單 我告訴你 這個 我們有的都住在床 這個 水牛 我們都知道 你也看 這牛車 這牛車 會含有 有的人不知道 上來的人不知道 我們床孩子 我們怎麼知道 因為我還可以塞牛車 都塞到我這台 我 我 那時候 聽到我回來 在塞牛車 那小孩 跑去 坐 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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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坐一個小孩 我以前 我坐在牛車 有那個人 用嘴巴做的 人 我剛坐在裡面 在爬 這隻牛 他剛才在幫塞 我爸爸剛才說 要走去 我不知道怎麼 對人 練好在牛車 腳 這樣 這是我 我會記的 你給我看 這是牛車鏈 牛車鏈 他這 小孩 就是牛車 開 條 那就是牛車開 還有牛車棒 平 那裡 這個中間 有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牛車 這個頭前 那個 那個牛車 拔起來 就是牛車後 這個 跟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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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車 這個 原來 這個牛車 這是牛角 他下面才有 一條 這就是 牽涼 他把它拔起來 那牛 如果在走的時候 才不會 下去 你也看 這學問很大 這條 這就是 牛皮 牛皮 因為牛 牛在拔牛皮 是用那些 鐵 拔得很紅 都要把它拔下去 讓它們都很痛 所以說 這條 他看這條 叫做牛車 我們 熟牛 以前的人 我們就在說 不是 人 怎樣 不是 牛 牛 人 沒有 這個意思 就是 這個 牛 你把他拔 他在那裡 就是在那裡 但是 人 你把他講 半點前後 要做什麼 我剛才一播也沒看 這就不會暗算 這個意思 就是 牛 有 人 沒有 這個 牛皮 人 人 說 不要把牛皮走 就是 這個意思 這條 手 拔在後面 這個手 叫做 牛皮 涵 這是我 爸爸 他們以前 日本時代 我這樣搖起來 我有想到 我剛才在電腦 在那裡找 哎唷 怎麼做這隻牛車 我大概 我就這樣來跟他講 剛才 因為我們是都說法律 我們要講的這個客庭 不能理會這個法律 的範圍來 我才是說 因為大家都這樣 聽著聽著 就這樣 很疼 我說這個 這個以前的日本時代 這個牛車 現在水牛很少 水牛很少 我去找就找不到 真的有夠少 現在沒有人可以 才 以前都打掛杯 用那個 拌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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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 我們要照顧一下 就好 我們來講這個法律 論述的 探討 美國的國父 就是喬治 黃士頓 華盛頓 他有向美國的國會 照兩分尺 但是經過他221年他正行 他的基金會成立 他正行 他正行 他基東就是什麼 基東日本 就是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他在1789年的7月2號 向國會照 221年 由他的基金會成立後 他正行美國的國會 基東日本就是萬國公法 因為美國總統裡面 他最怕的 就是怕萬國公法 他們裡面 有反制一些 美國總統 他不可以做的東西 你也說做總統 我總統就很大 可以為所欲為 不行 你要想 萬國公法裡面 的法律來反制 所以說立任的總統 很怕萬國公法就是這樣 這是萬國公法 什麼叫做國際戰爭法 我相信你們在高級班裡面 都知道 我們現在再來複習一下 現在我這裡說 這稍後會有 國際戰爭法 國際戰爭法 就是日連瓦和平條約 和海牙第四公約 是1907年設立的 日連瓦和平條約 就是1949年成立 第三就是洪職市會 全進會的總章層 裡面有包括建爭法 我們在做兵 還是在建爭的當中 有那個義務兵 穿這個職業衣 還是這個秋風這裡 有掛這個建章 十字的那就是義務兵 義務兵你不可以說 穿那個打釋 因為這是裡面 建爭法裡面的規定 你如果他打釋 當時你如果知道 支援官看得到 他接著跟他搶殺 這是因為 包括盟軍 還是敵軍 受傷的人 傷犯都可以跟他依 這待會兒我們看得到 第四點 就是說 美國陸軍叫戰守則 有三千幾條 你現在有看到的這條 我們今天要學的 就是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 不能就地合法 這個總章程裡面 會直接出來 就是 第六章第一節 第358條 這個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就是日內瓦和平公約 在西條延伸出來 這都我們照法例出來 不是我們這樣說 沒有憑據的 這都有憑據出來 第五點 就是美國 最高法院的判例 有關建政法的問題 這我們待會兒可以看到 等一下我們在這個 法例的論述 探討裡面 第四條就是法例台灣 和政治台灣 我們等一下會說到 就是一些美國的經濟 這個美金 會變紅色 我們現在美國在用的美金 就是紅色 所以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當然是美國和美西戰爭 美國和西班牙戰爭 一所佔而已 就是這個 郭巴 管德 普多利哥 菲律賓 琉球 和伊拉克 伊拉克是最近而已 2003年 來 這個 就是說 我們在2006年 十月二世 我們秘書長 帶到228個 去控告美國的總統 美國的國務院 美國的司法院 這些 所得到的結論 在2009年四月七日 美國的聯邦 各頂法院 它的判例 因為我們是對 去地方法院 十月二世 2006年 十月二十四日 去給它隔 這是對地方法院 開始隔 隔 隔了 在2008年 三月十八日 那本 紅色的 粉紅色的 那本都會有 我現在跟你們說 要跟你們解釋 就是說 它有 打斷有三條 第一 就是本土的台灣人 沒有國籍 第二 就是本土的台灣人 沒有世界性的政府 第三 就是 就是我們要再選擇 在政治的聯絡中 我們都說 一特別選舉 用選舉 來幫我們牽制 那時候是有 破了三點 但是到最高 高等法院 不是高等法院 每一個人 這個鞭都可以上議 在高等法院 在美國憲法裡面 他的法律 在法院 一年 我們收一千空鞭 高等法院 但是 我們在三月八號 我們可以上訴 可以上訴 那上訴要叫上訴文 上訴文 一鞭 多少錢 你知道嗎 由律書來下 一鞭 五萬塊的美金 上訴文 要上訴到高等法院 罪格法院 要下上訴文 那一鞭是五萬塊的美金 我們在這個 控告的過程當中 都是花了六十萬的美金 當然得到這個結論 我們沒有 彼氏長 說起來是 我們彼氏長實在說 他非常有貼 他沒有被貼 從沒有開始 這樣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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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現在來 不容易有這個成就 這就是他堅持的法律 台灣人 只剩下法律 這條路 我在民進黨幾十六年 所以 政革的事件 我都看得很清楚 為什麼 我們怎麼要獨立 李政委先生 十二年 九個月 給你十三年 那邊 兩年 兩年 八年 總共加起來二十一年 如果可以 獨立 很早就獨立 他 二十一年 你做總統的管理不是很大嗎 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這是 在你當局 在台灣官的法 裡面 1971年 包括三個風報 1972年 2月28日 上海公報 到1979年 1月1號 是四月七十 但是他會追溯到1月1號 這就是建交公報 817公報 我們的新聞情裡面 後面都有 要根據這個法原 1982年 8月17號的817公報 這都寫得很清楚 這是我們 不去討到 不去了解 我們問問過一生 他後 在叫你們這些阿嬤 這些人 這些孫子 這些孫子 我們如果沒有努力 真正這是台下的第一人選 這是真正的 這判決 在這裡 這我剛才都說過 本土台灣人 無國籍 這是我們最好的 最高法院 判決我們的案後 都在這裡 這都有 這如果我們在這裡 看得到 他四月七十 他就是選擇這五點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籍 本土台灣人 在國際 不選他們的政府 本土台灣人 要再在生活 在政治的聯絡當中 這是舊金山和平條 第二十三條 台灣要再是美軍 尷尬而已 這 美國的行政單位 就是他的國務院 要協助緩哥 緩哥就是我們 他一定要幫助 我們所有的訴求 他就是在判決裡面 你如果不照這樣實行 他的司法院裡面 有一個犯罪科 他會彈劾國務院 這他們是美國是三權分立 他們分得很清楚 來 這是 就是 Wassington 這是美國 國務 華盛頓 1789年7月2號 這就兩本職 經過21年 他的基金會成立後 等到他 其中一本就是萬國公法 這就是華盛頓的本人 我們剛才說的 戰爭法的體系 可分為有這 這五點 這是我們今天要所謂了解 我們都在國際戰爭法裡面 戰爭法裡面 要說的是什麼 它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如果要說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原來 什麼叫做國際戰爭法 還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這裡都總有 你們那個粉紅色的那個裡面也有 大致上也有 我們現在說的就是 這個 法理的台灣 跟政治的台灣 雷鳳政府 就是 中華民國 他的頂頭上司 就是AIT 這個AIT 就是民間組織 民間組織 民間組織 他的 AIT的頂頭上司 就是美國的國務院 香港 收工 上司 頂頭上司 都是美國總統 歐巴馬 那我們的法理台灣 呢 就是我們台灣民間組 台灣西部 就是我們台灣民間組 上面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他的頂端就是郭鳳寶 修江都是歐巴馬 總統都是歐巴馬 為什麼 我們要怎麼分為法律台灣跟政治的台灣 我們現在所有政治目正在台灣的就是政治台灣 我們都在市地 所賺的稅金流冠錢 包括我們等一下平安島 我們會說到 我們的流冠的保險七條罐 就是都拿到那裡去 我們之前有人領這個消費券三千六 那都要再興隆 加倍再興隆 只要說是不再三千六 要三十六萬左右 三千六塊就沒有了 我們就落到這麼多 落到這樣 落到大家現場的穿 我們這些 年輕人的這些台幣 一個月整個月 兩三萬塊 三萬塊不夠 中國人來這裡託書 託書中一個月三萬 我們已經沒有錢了 像亞洲這些國家 包括你們西蘭 你知道嗎 我們在那一個月七萬幾塊 好台幣 我們等一下兩萬幾塊 要怎麼叫他生的兒子 要怎麼叫他娶婆 那房子呢 大的 民生問題嘛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這樣 月很多都不敢娶婆 我對面一個郵鬧 我告訴他要來熟娶婆 你說你幾歲 三十歲了 當時要娶婆 五十天娶婆 做工 無助 無錢 要怎麼娶婆 這是他真的心來會說出來的 三十歲 我不敢娶婆 我怎麼穩定 薪水一堆 薪一堆也不知道 但是他又來上初級班 現在無錢來上高級班 都要再做工 這有很多 但是我們必須人們說 這不可以讓他做三天 因為我們在做 都是以後台灣民進會的高級英文 你這點 你做不夠 攀音勢 你的地書去探戶 白白花的銀子 如果說買探戶的 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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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萬 五十萬 買 一千萬 兩千萬 你就拿它 我們台灣民進會接到政權 發論兩條而已 公務令願 你探戶 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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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反罪 我們就是用鞭刑 所有的感覺都卡住 要不然就做官公 幫你關 叫人幫你顧 蓋子給你大 用飯給你吃 陷害太熱 就說我要熱時 用冷氣給你吹 這樣會好嗎 不會 鞭刑 說一說 你對 你怎麼幫你顧得好 我相信以後我們的治安 會很好 會很好 但是 我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我們必須頂為何將堅持這條法理 我們就是對他的腳步 一步一步看到 因為他有答應歐巴馬 三個要怕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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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能走對共產主義 第二 沒法跟中國通一 第三 要跟日本幫聯 加密聯邦 像大英國協一樣 大英國協也有16個 獨立38個 孝宗女皇 這三點非常重要 因為歐巴馬有跟我們的比書長說 我們比書長給他打贏 所以說他要堅持法律 我們比書長就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代表 所以說他不可以打出一腳步 他要非常小心 所以說我們的法律 這個新台灣論 基本的論述到今末前 也就是我的法律的論述 因為他是用邏輯法 這邏輯法是很簡單 如果你有論述是很簡單 如果沒有你怎麼想就想不到 就像我10名的朋友 你把他打贏了 那就是邏輯法 如果法律讀了越色越多 我們的腦筋在運用 就是我們上面的李老師在說的 在變 在變起來在處理什麼事情 會很緊張 你那個民間問題 你會處理得很好 這劉王政府 政治台灣這不要說 這我們說這個 剛才越說越去 我們說法律的台灣 我們在這裡台灣民政府的架構下 我們現在就是四行運作 我們現在就是開始四行運作 包括我們台灣民政府 現在就是有中央政治局 跟中央事務局 我們每個禮拜明天開決策委員會 這就是決策委員會 跟我們的參議 獎議 我們都開始在運作 都是開始運作 就叫做四行運作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的架構下 成立台灣民政府 但是我們拿到那個新聞證 是什麼 台灣政府 我們不要再用這個民 這個民 這個司務 這是比善而已 所以說你們一定會接到政權 所以說直接你們就不用再改 所以說直接用什麼台灣政府 我們這都有證書 都有證書 來這個金門大學 我剛才在跟你們說的 就是我們的勞工 那個保險七條娃 的大部分 金門有人過 有人過嗎 有人 這裡有嗎 金門有幾千人而已 這間大學 怕死人 這其實是他的行政長官公署 他要回家 他要回家 這是花多少錢 這個是大家我把它用起來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行政大樓 很看 我就是說這個 那個比較清楚 讓大家可以去了解 我們台灣人所談的錢 部份已經都在這裡 來 這個就是平蘭島 平蘭島 平蘭島 有些人說這裡都散風 這個蘭 一支山 下面一支風 蓋著蘭 這就是散風 散風 他們回去 他們就是用這個 風力發電 結果我們在這裡是用 用什麼 核能 他們在那裡 他們比較聰明 你看看 這一支一營 一支一營 一支一營 在土甲正好 要吊車吊去200萬的台票 這都花了我們的錢 因為時間的問題 這個月子這裡 這就是理金的問題 紅色的 這就是經濟學 我們如果有機會順 我們會再說 最後就是說 我們要做的工作 就是要把劉榮政府 結束在台灣這裡占領 我們的學一代 他是沒有那個主樓 也沒有那個職業 還受到劉榮政府 會北施加紐曲 他們應該要過到 快樂 幸福美鳳的一支 這就是在這裡 我們也希望大家 要共同來勉力 我今天講到這裡 下課 各位同心下課 休憩10分點 這個時候 我會請你 我會請你 我 dx